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黄奇峰牧师 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 我要分享基督徒崇拜的摩世 第一讲 经文出自诗篇第九十五篇一到七节 有人问 作为基督徒 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的心情和态度应该如何 我们当主和预备自己的心灵来朝见神 另外 神对我们的期盼和要求是什么 神喜悦我们做什么 不喜悦我们做什么 在今天和下一次的分享中 我们将从诗篇第九十五篇学习这方面的教导 今天我们学习第一部分 圣经说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 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所造成的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 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产的羊 是他手下的名 弟兄姐妹 以上是一篇美丽动人的诗篇 以活泼兴奋的激情 呼召神的子民 用歌唱 欢呼 感恩 敬拜神 在早期 许多教会都用这诗篇 作为崇拜中的宣召经文 称为 齐来诵 以下我们从两个角度 思想以上的经文 第一 我们当主和敬拜神 第二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 你问 我们当主和敬拜神呢 回答 根据以上经文 基督徒敬拜神 应当做五件事 第一 我们当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经文两次提到 来呀 来呀 是公开的邀请 公开的呼召 公开的欢迎 圣经说 来呀 的意思是 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事 来呀 也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有人不愿意来 所以需要有人提醒 总而言之 我们必须到神指定的地方 就是圣殿 来朝见神 第二 我们当向神歌唱 既然来到神的面前 就当歌唱 歌唱不是别人唱 我不唱 或我唱 别人不唱 不 凡来到神面前的 都当歌唱 向神歌唱 必须具备几个因素 就是意识到神的配德 心存感恩 充满真诚的爱 用恰当的歌词 配上美丽的旋律 在神的宝座前 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第三 我们当向神欢呼 欢呼与歌唱不同 歌唱的音符 有高有低 有长有短 有快有慢 有强有弱 但欢呼是 情绪高昂 满腔自情 竭尽全力 用语言大声说出来 我们向神欢呼 因为我们心中非常快乐 第四 我们当感谢神 感谢神 是观察神的作为 赎上神的恩典的结果 要有由衷的感谢 我们必须安静下来 深刻思想 仔细回顾 感谢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自觉不配 人不感恩的原因之一是 认为我本来就应该这样蒙恩 或这是我劳碌赚取的 我应该感激自己 但基督徒凡事谢恩 因为生命和气息是神给的 智慧和力量是神给的 灵感和机会是从神来的 并且神的恩典临到我 是在我最转座 最常破不堪的时候 第五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神面前跪下 这里有三个动词 就是屈身 跪下 敬拜 屈身是离开自己的座位 放下自己的尊严 跪下是意识到神的伟大 而谦卑自己 敬拜是整个心灵 都俯伏在神的面前 将尊贵 荣耀 权柄 赞美 感谢 都归于神 弟兄姐妹 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 敬拜神 是理智 知识 灵性 情感 声音 和整个身体的投注 和最大的发挥 敬拜神 是活泼的 踊跃的 兴奋的 欢喜快乐的 愿我们把圣经的交道 谨记在心 也愿我们彼此提醒 敬住神的殿 不可无动于衷 马虎随便 现在我们讲第二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 经文提出七方面的理由 第一 他是神 圣经中的神 是永恒的 是至圣至高的 是荣耀尊贵的 是充满智慧能力的 是生命的源头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他创造人类和宇宙万物 他也用全能的话语 托住万有 神是伟大的神 你问神有多伟大 回答 从创造的角度看 到目前为止 天文学家 用最先进的太空望远镜 观察宇宙 发现宇宙有超过 一千亿个银河系 有的银河系 有一兆颗星 弟兄姐妹 从以上的数据 你说 成造宇宙万物的神 有多伟大呢 而圣经又说 这位远超诸天的神 竟然顾念 住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我们求告他 无论在白天 黑夜 在天空 海洋 陆地 他就应允我们 你问 怎能诸此 回答 这就是圣经中的神 他超乎万神之上 他是无可比的 我们应当爱他 称颂他 敬拜他 第二 他名为耶和华 耶和华是神的名 这名字强调 神的性情和特性 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六节 神像摩西 解释他名字的意思说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和诚实 哦 耶和华的名 何等加美 心香宝贵 他有怜悯 不按我们的过犯 待我们 他有恩典 将我们不配的 多多赏赐给我们 他不轻易发怒 因他知道我们的转作 顾念我们 不过是尘土 他有丰盛的慈爱 拆遣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担当我们的罪 替我们死 使我们应信他 得永生 他有丰盛的信实 他所应许的 必要成就 他永远忠诚 永远可靠 永不改变 感谢主 因着耶和华这些特性 我们能够存活 且能清静他 服事他 赞美他 第三 他是拯救我们的磐石 拯救我们的磐石 强调三个事实 第一 神能够施行拯救 第二 我们需要拯救 第三 神的救恩 如同坚固的磐石 是不动摇的磐石 可靠的磐石 这磐石预表 主耶稣基督 神的救恩 是建造在这磐石上面的 以色列人在宽野的年间 神使水从磐石流出来 保罗说 那磐石 是耶稣基督 以色列人书28章 神说 他在西洋 放置一块磐石 做根基 作为反角石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那磐石 就是基督 但一里书第二章 讲到有一块 非人手 凿出来的石头 那是指 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 向他欢呼的原因 因为他的出现 和他的来到 我们得着五米伦比的救恩 第四 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经文说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所造成的 这里坐子把思想停留在 神所造的地球上 地球的半径是 6371公里 最高的山峰是 8848公尺 海洋最深的地方是 11034公尺 这里有两点值得思想 第一 神造这地球给人居住 其环境无限美好 其中的学问深奥 想一想 在好汉的宇宙中 神选择一个银河系 在银河系中 神选择太阳系 在太阳系中 神选择地球 而神使地球的空气 温度 湿度 压力 和各种资源 刚刚好 让人在其上生活 这是神 这是神何等的慈爱 第二 这么大的地球 是神掌管的 不是吗 神一吩咐 还就开出一条路 让以色列人走过去 另外 主耶稣对狂风大烂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还就平静 还有 耶稣 受死在十字架上 地大震动 为生命的主 竟然替罪人死 感到震惊 以赛亚书55章12节说 大山小山 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 也都拍涨 这是神亲自 管理地球的表现 我们怎能不感谢他呢 第五 他是伟大的君王 他充满权柄 智慧能力 他是公义之君 和平之王 是尊贵的王 荣耀的王 得胜的王 永远的王 他以慈爱和信实 治理他的国 他的宝座坚定 存到永远 他的国度坚固 没有穷尽 第六 他是好牧人 他知道哪里有丰富的草原 哪里有清洁的泉源 他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然后他照羊群的力量 以智慧和恩慈 呼召羊群 引领他们 陪伴他们 扬寿山的时候 牧人抚摸他们 包裹他们 扬寿威胁的时候 牧人保护他们 甚至为他们使命 第七 我们是他草产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感谢神 他从世界各族 各方各民中 拣选我们 与我们立约 把我们分别为圣 使我们与他 有直接的关系 神又亲自 供应我们 牧养我们 亲切对我们说 你们属于我 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要留心 听我的讯会 遵守我的诫命 我要使你们 做我的见证 要在你们身上 荣耀自己的尊名 弟兄姐妹 盼望以上的分享 我们学习两个功课 第一 我们当主和敬拜神 第二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 今天的信息 就分享到这里 Bless be the tid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Christian love that fellowship of kindred minds is light to that above before our father's throne we pour our ardent prayers our fears our hopes our aims are one our comforts and our cares we share our mutual our mutual burdens bear and often for each other flows a sympathizing tear when we asunder part it gives us inward pain but we shall still be joined in heart and hope to meet agai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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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놈 we w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